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事处于这个事件当中的当事人 可能就不是这么想了 他们可能一点都不开心 而且有苦难言 我们今天现场都请到了好多位呢 这是在很多热议的新闻话题中的话题人物 来谈谈他们的心路历程 感情历程 有没有要特别申诉一下的呢 好 马上来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是美女市议员 李婉玉欢迎 静怡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艺人 曹歇敏 曹哥欢迎 我不是艺人 我是艺人 艺人 艺人 你把你身体都被纠正了 一开场就这么杀 是 是 好 艺人曹哥欢迎 是 是 是 好 艺人余湘全欢迎 大家好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好 吴湘全 你还好吗 搞笑一下 OK OK 好 我们的作家许常德 阿德老师欢迎 大家好 好 作家周伟航欢迎韦 大家好 好 我们今天这个现场这个话题泡沫 满天飞啊 三位才太多的话题了 我们先从女生开始 Lady first 这一次的选举结果 我看很多新闻说你非常非常的错愕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而且你在脸书上PO出了这一张照片 看过来 画过来 哎呦 这个是你在泡澡的浴缸的照片 选举失利的时候 PO张照片 无数的网友在跪求 上一张呢 没有上一张了 因为我虽然那个有点崩溃 但还没有封 所以只有这一张 谢谢 没有 就是因为 觉得自己很辛苦很难过 然后泡澡在哭 然后好朋友打电话给我 就说 哎呀 你不要难过 你这双脚还要走更长更远的路 先好好休息一下 所以就听他讲这个话 就拍一下 就抒发一下自己的心情这样子 然后原来是一直把玉腿美腿保养好 继续往前走 这双腿真的很辛苦 我是真的很努力在 琴跑的名义代表 真的 你今天这个打扮 跟竞选期间差很多 好久没有穿高跟鞋 对 很久没有穿高跟鞋 我已经穿 布鞋 牛仔裤 三个月了吧 每一天都穿 其实他当艺人也蛮适合的 嗯 是哈 不适合 超级LADY 好漂亮 口条那么清楚 所以你又不在帮他这个 找新工作 他也可以选立委啊 对不对 对 一年多又快到了 好 你这一次 无限的可能 对于这次选举结果 其实你自己是非常非常惊讶的 对 因为其实 我从事民意代表八年的时间 我从第一天当议员 我就是两个以上的服务处 然后十多位助理 在板桥服务大家 因为没有民意代表像我这样子的 因为我是赔钱在做这个工作 赔钱在做 对啊 对 因为你可以算得出来 对 那你看我的这么多助理 然后服务处的开支 然后加上红白帖啊等等的 那可是 而且我不是只是跑通话的时候出现 对 那我跑行程跑成这样子 然后跑到最后跑到自己断片 然后变成 还反而那种平常都不要出现 然后选举到了前傻一傻 就当选了这样子的民意代表 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心情就是落差很大 那我的同仁就是也很委屈 因为他们都非常努力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很严格跟魔鬼差不多 那我希望就是要求到每一个来拜托我们 有选服的所有的民众 他都能够得到很圆满的一个结果 那大家完全不在意我的在工作上的表现 然后就是因为我可能因为工作而突出的一次喝醉 然后就变成永远我就抬头就是断片一元 所以我就觉得说很伤心 所以就情跑跟认真没有被看见这一面 所以你觉得自己尽心尽力 什么都做 而且走到这个腿的没腿都已经重了 但是现在是这样的结果 很伤心 你刚刚提到是不是就是跟你自己后来分析 跟选举前这些一些负面的新闻 断片议员这些是不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真的支持我的 像这次的9300票 他就是铁粉 他没有因为婉遇的负面新闻 也没有因为我是武党籍 他还是坚定去排一两小时投给我 可是在这过程中 他们很常常要跟亲朋好友推荐说 婉遇很不错 在板桥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通常他们会得到的反应是说 负面新闻这么多 你怎么要支持他 所以他们要比别人更费很多的时间去解释 婉遇其实不是那个样子 他只是一个很海派 个性很真的 名义代表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形象很重要 可是我宁愿当真实的自己 我也不要用一个虚伪的一面去面对大家 这是我很吃亏的地方 如果这话再回来从前 你还会再去做 到底要家门口敲门那个吗 这两件事情 如果再回头的话 对 回头 喝醉那一天是中秋节 那因为我要跑十几个行程 那所以我必须要赶时间 然后我去每一家 就是每一个社团 或是每个地方去 他们就说 你要先走那你就三杯 那我的个性 我就三杯就三杯就怕你了 我就这里跟你喝三杯啤酒 下一趟跟你喝三杯威士忌 再下一趟高粱 我那天喝了五六种酒 那因为我是在工地长大的从小 所以我自以为自己酒量很好 因为其实威士忌 我可以喝两瓶 所以我酒量 对 那样子真的很难看 所以我就是也道歉 那其实因为那个地方 是好朋友的一个洗车的地方 它只是门口 它借给附近的小朋友 什么打工的一些小孩 那我不知道 那我的个性是 在平常跑行程 我看到人多的地方 像现在冬天 什么姜母鸭 羊肉 我就会下去跟大家说 哈啰 哈啰 这样子 我就是抓紧 我每一刻可以跟大家 面对面的机会 对 因为其实地方太大 那一天的断片是 等于你是茫了吗 我完全就不知道 所以去敲门什么 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对 这个是中秋节的事是这样子 那所以就是他们都不认识我 那小朋友 所以就觉得 怎么一个怪阿姨 进来不知道在干嘛 这样 所以就那一天就这样 然后就 就是打他 那隔天去 结果他的父母 都是我的好朋友 就是地方上的支持者 所以就是一切就是误会 可是现在我也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自己虽然这样子是很难看 可是因为旁边的 那个小朋友也很恐怖 因为现在就是那个 手机网路发达的时代 他就跟你拍拍之后 他就投稿 苹果日报就爆料 所以就是事情 变成无限的扩大 如果说是当天 是自己朋友在场 就可能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那你说另外 那个按电铃敲门 那个是因为 我的好朋友就是硕文 他是我从国小五年级 就认识到现在 那小时候都是我保护他长大的 那那一段时间其实 因为那是他的思事 所以他其实那一段时间 心情不是很好 所以我那天确实 就是去关心他 很怕他有什么事情 所以就是不断的按电铃 他就是一个事实 那而且他也是有告诉大家 可是没有人要听后半段 没有喝酒 那天我在这个行程之前 阿扁总统出了一套书 男生第一部这个书 是送给赖清德 女生第一部送给我 所以他们那时候还特别 那天晚上把书带来板桥 然后搬这个书给我 那之后去跑了一个慈善场合 都是有露营的 然后再来我就去他家 所以是完全没有喝那一天 OK 不过那天就是按电铃嘛 你就邻居有些意见嘛 那邻居其实也不是邻居 就是故意来找麻烦的人 OK 你现在回想这些行为 被人家解释成说 好像脱续啊 或是很奇怪啊 你会后悔做这些事情吗 那我觉得因为我是 我是做自己的人 可是我一直是爱朋友 我是侠女性格的人 我不伤害人的 所以我要讨厌一个人 真的很困难 我是然后从台湾 从北到南 就是我的朋友 无以书记 所以这次选举这样子 就是大家也很错愕 就是我那么认真好 这结果可能谢谢 有很多人是 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 他可能有别的观点来看你 所以我选完 我就是完全都没有出门 一直到昨天 因为我不知道 我面对的每一张笑脸 我已经这么久了 因为我不知道 我面对的每一张笑脸 我的兄弟 我的好朋友 这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就是我会开始对于 我跟人家宝卜 跟交朋友的方式 跟我觉得 我对人家的热情 我觉得我是这样是对还不对 我好像是被当傻瓜 就我觉得是真心患 所以你想的不只是一个选举 你想你整个人生 你是不是 我是不是交朋友的方式 也错了 然后我到底 对我这样子的希望真心能够 把握每次跟你握手 或是面对面的机会 我是不是错了 我觉得你做的事情 其实跟选举没有关系 就是如果你要跟选举 等到来思考 就很难想通 我觉得说每个人 其实只能做自己 命定的个性所做的事情 比如他的个性是怎样 他这个人是把意气 看得比什么都重 你知道意气看什么都重 就很容易会受伤 然后第二个来讲 你有可能因为你的意气 也给人家压力嘛 对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说 也许这个时代选举就是 就是会 不在乎这样的服务嘛 他更在乎的可能是 另外一些重点 尤其是韩国瑜 现在就是大家都感觉上 好像只往一个方向在思考 就是其他都不会想嘛 因为我一直想到鸡排而已啊 哈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说 就是 就是你来讲说 你就是做你自己 对 然后今天有这个结果 选举本来就不可能永远都是会当选嘛 你看林肯还输过九次 对啊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小的事情 这个是在鼓励吗 说九次 没有我觉得说 我觉得选举本来就是 就是命定的 嗯 我输一定的 这不是说你努力就会有好成绩嘛 这是看这个时代潮流嘛 你觉得美女议员这样的标签 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压力 他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如果是男生做的 男议员做的话 就不一样 很多人都觉得 其实美女进政坛 真的要付出很多代价 我们先进广告代表来谈 其实很有勇 我觉得也蛮有勇气的 对啊 好 这个美女怎么会进政坛呢 其实婉育之前做过很多工作嘛 对不对 空姐啊 对对 在华航 对不对 没有当过模特 没有当过 就是拍过几支广告啦 OK OK 然后空服员 然后工程师 我在台湾高铁 然后因为我自己家里面 从爷爷到现在 都是做营造公共工程 对 所以从小就是在那个 比如说像北夷高速公路 我在石定的山里面 在货归屋住了两年多 就是在那边管那个工地 因为我那时候的男朋友是立委 那他的身边的一些好朋友 就是有建议我 对 因为我是云林人 可是我妈妈是板桥人 我念板桥国校 板桥国中 所以就说 那板桥也是算我们的 艰困的区域 那你可不可以去那边 那印象中 这个高速朋友就跟我讲说 你决定好 你要不要选你告诉我 那如果你决定要选 我们就分手 这样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民进党的人 就是这样子 不会觉得让你家 整个胖胖去 我说为什么 你没有想说是 整个家都在服务 为什么你是讲胖胖去 他说反正台湾人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子讲 那他这一句话 更加定了我 就是要选的决心 因为我觉得你包拿来 用这样的东西 再比是什么 那我想了两天之后 我就说我要选 那他也非常够意气的 就是南哥嘛 他就开始 把他所有的团队幕僚 就进驻在一个总部 我第一次选举 我只要负责人出现 就是照表操客 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地方 然后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那我第一次就是高票当选 因为民进党的人 很愿意给年轻的女生机会 其实这是一个台湾人的一个特性 这样所以那次选的很轻松 可是选完之后也就分手 不你的思考 跟一般女生也不谈 你觉得有这么好的男朋友 对不对 很多女生可能会以 退居幕后 对对对 当夫人 会以感情为主 嗯现在应该要这样想 女强人 真的吗 他现在想通了 年轻很笨 完全是女强人 他现在想通觉得 还是过日子比较快乐一点 再来一次可能选择不一样 那个时候我是营造公司的执行长了 其实我也不是很弱 但是就是觉得说 好像还是要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 对得起自己的人生啦 OK 不一样的女性 她就是做忠于自己的选择 我们看这张照片 是你选举的宣传照 有没有 跟一般候选人的照片也不一样 一般候选人是以伪造的为主 这是真话 有些是照片有没有 有些还秀片 对 有些光是贵球 我怎么杀那么多 你是那个 不敢吃 这个真的是他 真的真的 怎么会想拍这样的一个宣传照 因为这次有18个候选人 然后女性占一半 那而且这种传统式的什么加油啊 你好啊那种 就大家测试过去 人过去根本就不会看 所以大家就想说 这个是一定会看啊 又来了一个 我现在都一直在看啊 我一直在看啊 因为我婉遇的个性啊 就是说 其实是 其实很在乎一个质感 时尚的质感 所以变成就是说 这也是他 就是让自己有特色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他只要愿意选这个 其实他跟其他人就会不一样 然后第二个来讲 其实这个也可以柔化他 一些形象啊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这个定位其实是蛮好的 他给人家一个回蒙一笑的感觉 对 这个照片拍得很好 会让人忍不住一直盯着他看 对 回蒙一笑的感觉 因为他这个影片 这个照片 就跟其他候选人 就是指示你哦 就是要盯着你给票 那个不一样哦 那个就是太想要讨好选民 他这个部分就是 完全 感觉你再摆一次 再摆一次 回蒙一笑 这个很难 他有一个人在旁边 把头发这样子 不会 回蒙一笑 那有些是美女的天生的包袱啦 因为之前就有人都说 哎 你其实很多选票里面是猪哥票 嗯 猪哥 我就说可能我的那个 始终的支持者就是 一个是喝酒的男人 然后一个是年轻人 真的哦 你分析过喝酒的男人 对 因为 还要加个喝酒的 过程中就是大家是 其实很放松 然后真的可以做自己 喝酒的男人不是 其实很多大老板他们也很小酌 但是喝完酒平常很惊 你可能平常在工作或是上班的时候 你去去那个去探访他的时候 跟下班都不一样 只要有跟他喝过酒啦 就更能看看到他的魅力 我刚才知道他的真正的个性 对 所以就会来支持我 OK 还有年轻人 男生女生 都有都有 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 其实没有不是 就是你觉得很多帅的那个男的候选人 还不是很多女粉丝 对啊 一样 年轻人其实他会 现在年轻人他比较喜欢你比较真一点 对 不要说这么做作 或者是什么厌恶金牛型的这样子的人 嗯 所以这两种应该是 好 不过在政坛上啊 除了这个 真的是人正真好 也是用政坛嘛 对对对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 其实 比较不舒服的地方 比较不容易难为的地方 当然一个女议员的话 其实如果在一个比较传统的 比较地方议会的话 对 那可能他们在一些审议啊 比如说男人在讨论事情的时候 可能女议员一来就整个 就 feel就会突然改变 大家有些话都不敢讲 嗯 对那很多事情也是在男议员 私下巧巧之后 女议员才来 那 其实很多事情 女议员就没有参与到 像以前我们台北市议会有成家班 对 那成家班也是有女议员 可是很多是在男议员 在打牌抽烟的时候决定的 那或者是他们在酒店里面决定的 那女性可能是事后才会知道 我觉得这就可能是有些不公平的地方 晚上酒店讨论女生都不能有 对其实男生去酒店讨论事情 其实是蛮常见的 就常常见啦 对酒店小姐都知道 但同党女议员都还不知道 真的 以前我最早说跑立法院新闻嘛 有时候是委员请吃饭什么 就大家都跟着去 都记者嘛 说哎没有今天女记者不能来 我说什么叫女记者不能来 还有分啊 今天只有欢迎男记者 你其实说女记者不能来 我还听过一件事情 就是全场本来大家都还是非常开心 好后来女议员离场了 离场之后 当然男生还没什么意见 然后女议员离场之后发现 我东西忘了带 又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回去 发现里面哇超热闹 所有人一看他进来 所以瞬间暂停 不信心 想起来歪掉这样子 你这热闹什么意思 暂停在什么状态 那个定格画面 唱歌的唱歌 happy的happy 然后逗了一些大家不认识的女生 我以前在进立法院之前 当助理的时候 其实我很向往这一块 就是那时候比较多 他一直想要去酒店 立法院是问的这一块啊 你知道我去到 我去到后来是我真的 你是说去到酒店去到怕啦 我真的一看 接到电话我会怕 因为我在里面我就发明片喝酒 我也不能说 我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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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一直发明片 其实就是上班啊 就是加班啊 都被叔叔阿伯颠走了 然后你坐在那边就 呃 等于是在那边发传单啊 然后又唱歌给他们听 没有 因为他们有赞助 比如说 所以他就不当了啊 我就要陪他们 所以他就不当了 所以他现在就自己去 我上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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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就是厂商 我刚刚在帮你讲话 你再给我乱讲些 好 我们要来问一下 这个艺员的感情生活 也是上新闻版面 这个话题最多的 呃 你可以提我讲了 20年 其实交往过 七八个男朋友嘛 所以大家形容你 感情生活非常丰富精彩 对啊 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现在 雨昌全一个月就七八个 雨昌全两年交往 好啊 我不过七个哦 你几年七个 你几年七个 我大概我回台湾大概 讲真的讲真的 十几年 十几年 对啊 然后我二十几年 这样就很过分 就七个 有认的有七个 OK 有认的有七个啦 被拍到必须承认七个 超过三天了有七 对 喂 没有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就是这么长的时间 我不是什么 同时七个八个 或者是说很短 这样 我每一个都是好几年 对嘛 可是就被讲的什么 什么桃色绯闻很多 我是单身 为什么是绯闻 我都不懂 你又没有 对啊 你又没有结婚 为什么不可以交到你 对啊 而且我交的也都是正当的人啊 我觉得你漂亮 然后学历高 然后又真性情 对不对 那这七八个里面 没有一个是真命天子 论结婚家的吗 就没有啊 都没有为什么 就都是有一些问题吗 就如果是上一个好 可能是 你觉得是对方有问题 还是你自己 我觉得都有问题 可是就是每一个人 问题的多跟少不一样 我的问题可能就是在 我可能比较 比较任性一点 以前就是脾气也很不好 那可是上一次 比如说最有名 就是被 那个变成两岸三地 两岸四地 加美国日本 就最有名被抛弃的人 的这一个先生 那就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一个 就是他们的幕僚觉得 我会影响到他未来的 这个妇女选票 那所以 可是他也弄得太难看 就是可能 前天还在一起 然后你当天发一个声明 什么早就画下去一点 就这种事情 所以我那时候很受伤 因为其实四年多的时间 晚上如果我不在新北市 我都在云林 那因为他工作 他其实也是很认真 那你知道在乡下 常常晚上你要去 一般的那个灵堂啊 去那边去就是聊天什么 那这个时间 我就会去各个地方 去帮他跑一些 他到不了的地方 比如说是比较 国民党属性的 因为我的朋友 是什么都有 然后可能是喝酒的团 因为他是低酒不沾 那所以他可能 一两点结束之后 他就会开车来 载我回去 所以云林各个地方 带他小小都知道 我们在一起 然后我很认真的 在帮助他 想要走的一个路 希望能够帮他 得到好的人缘跟人情 可是没想到我最后 就是被讲一个 什么早就花下的句点 所以那时候才会 如此崩溃啊 这样子 我觉得他的反应 说实在也蛮正常的 如果是像刚刚你讲的情况 是突然被抛弃 我觉得所有女人 是母样做女人 抓狂很合理 但是现在是公众人物 所以被放大了 你也很勇敢 你知道那时候很多人在拍你 然后你po脸书嘛 你那时候意识到 你做了这每个行为 可能会引发的效果吗 没有管 没有管 就是侠女啊 没有管 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照片 是有点驱惑嘛 对不对 这种照片 你怎么敢po出来啊 那个这个 对 对对 曹哥你也没有什么在怕的 你觉得这个 我是你 你可能不太敢 连长哥都怕 连你都怕了 就真的是 不是像我是不会po 说我旁边躺的这个人 我把他 我是不会po 对不起 因为我就想说 我们是正当的 而且暂时这么久的男女朋友 我是说他敢po 他一定觉得说 他一直做自己 他就光明磊落嘛 这事实嘛 那我是真的跟他有在一起 我才敢po嘛 我如果跟他没在一起 我po能干嘛 而且那一张 确实也没怎样 一直被讲床造 对 没有没有 我觉得牡羊做 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真的没有在想 他那个时候就是 砰 就这样子 对 一个感觉而已 就是今天天气还不错 那这张照片还蛮新的 一个氛围的 然后呢 就是一个礼拜六 因为对他来讲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只有一件事 可以超越这个痛苦 就是立刻给我真相大白 就这样子 他就是 他就是不要有灰色地带 他那时候就是 所以他的个性 在这上面 就是我跟他讲 如果以感情上面 我就会评论他说 你这样真的会伤到自己 而且这个伤会伤得很深 就是这件事情为什么 因为 因为你没有要处理这个事情 你只是要让这个事情爆炸 这个代价就两个都要承担 所以我那时候也有对他这个 有我所评论 听说你评论之后 我今天有这个听到爆料 听到线报 线报 这个你评论之后 两个还吵架是不是 不是 不是有一次碰到面 他就直接问我 我跟他这个人是超直的 哎呦 我很早已经就知道 他是什么星座 所以你有对星座那么了解 我就觉得 我靠 感觉一个火山 就移到我面前 因为我想说 这个事情就是 我说我 你这个写什么啊 其实我有点忘记 他写很长 他写的是一篇文章 可是你知道吗 哪里看的最不爽 他一定是从头到尾不爽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都没有在看我 平常我脸书写的 因为我每天都在 他鼓吹离婚 鼓吹到爱分手 哎呦每一封 都写了乐乐等 就是其实 好我知道 其实不是针对你 可是为什么他 为什么他不检讨 为什么他不承认我 为什么我们在这么久 为什么他不承认我 因为对我的观念来讲 他说人生中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自我 只有你保护好自我以后 才不会有加害者 如果我现在的 所有的重点焦点 都放在这个加害者 结果这个加害者 不一定会得到惩罚 而我因为他觉得 他这样 我就会觉得我是受害者 我就一直很痛苦 所以我那一件事 就在跟他 就是要分析这个事情 就是说 你这样做 你在害死你自己 你知道吗 你还觉得 你可以逃回什么公道 类似这样的意思 他一直觉得说 对方为什么不承认我 明明跟你在一起 你为什么不承认你 好 我跟你讲 他说 对方不承认有千百种理由 不急得去讨论 也不值得去讨论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做了决定了 现在对我来讲就是说 不要让自己限制 自己通过我就说 我就 我也不用去了解 你是怎样的人 我就当作 你是个渣男就好了 我就在这里 就去划下句点 可是问题是 我也只是一个正常人嘛 那我工作也很辛苦 那我有一个 我也想要有一个很好的 正常的爱情跟感情生活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网路上晒恩爱 那我弄一下是怎么样 怎么会突然变这样 然后男生已经很过分了 然后还继续一直骂我 哈哈哈 完结完结完结 我帮你推他 就是你骂人家嘛 伤口上撒烟啊 你是在这一概啊 这一概我想 我不是 我在帮你 我在帮你那个 有没有 杜掉 杜化了 今天和解一下啦 那今天其实你没有当面问过 他跟他聊过这个事情吗 没有没有 而且是 有一次就是在外面一个场合 就意外遇到他 你知道吗 他就当 他 他哦 也没有一个 你知道进一个房子里面 总要经过悬关 院子悬关嘛 他没有 他直接知道 卧室里面 直接坐到我朋友说 你为什么这样写我 哈哈哈 连主人都不理了 很像同学很傻 这个不是讲吗 你出来 出来社会走掉 迟早要 晒到你 哈哈哈 我们先进广告 是的 好我们今天这个还有个特色 我们在现场这个话题人物呢 他们还有共同点都是单身中 为什么美女会单身 我们待会来问啊 我先来问一下曹哥 曹哥这个出道是掐指一算 哇 这个十根手头扳不完 三年 快四十年了 快四十年了 然后长得一模一样 而且我以前是从三家电视台 只有中视台是华视 一直到现在几百台 对 对 快四十年长得差不多一样 对啊 然后变 然后还有一点 厉害 我最骄傲的一点 我最骄傲的一点是 因为我没有整形啊 OK 什么都没有打 没有打没有打 哇 想去打没有钱打 好难得 你可以想到你们打多少了 我没有打啊 我没有打啊 他是直接被打发扇 没有没有没有 我刚刚听到婉玉在讲说做自己 其实我也是做自己 做到最后自己觉得很受伤 然后因为这个环境让我慢慢 慢慢的我觉得 我就在改变当中了 就是说很多时候 就把真话放在心里不讲了 我们今天他们在讲话 就在讲他怎么当年 当年怎么样 我就回头 你当年也不怎么样 你在想什么 哈哈哈 你知道吗 因为他在混淆视听嘛 因为我们以前那个秀场年代 歌厅年代 初跟他录影在秀 我们都在嘛 你有40年后的 不是 你红不红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但你在那吹什么牛逼 你现在跟这些年轻人 在那边胡言乱语 我在那边我都听到最后 我都觉得 我会听不下去 你讲的是谁啊 很多 然后 然后还有有秀 有秀我录影 对不对 譬如说我到一个工作场合录影 那后来就很多新人嘛 对 那很多新人 真的不怎么样 你问他说 妹妹请问你是歌星吗 我不是 我说那是演员吗 我不是 我说那你是 我玩游戏的 我说玩游戏的 哈哈哈 还网红 你懂我这个意思吗 网红 我玩游戏的 我说我玩游戏的 那先生您是 哦你是厨师 哦厨师 OK 就是说我们现在 这个很多元啊 对 那我那个年代是不是 歌星就是 歌星就是歌星 演员就是演员 很清楚 你要上一个节目 女生没有165 男生没175 你是上都不用上 然后你还可以在那边 台湾狗语 讲话也讲不清楚 台湾狗语不行的 不是 我们以前年代是这样子要求 因为时代不同嘛 而且我们以前是 到摄影棚 是整个乐队 哇十几个合音 三四个 我们的乐队在哪里 没有没有 我在讲以前的年代 我们今天也是蛮向往的 而且我们要上个节目 我还要当场去华氏地下室 跳给张晓晏看 看过以后 制作单位看过以后 OK 你后天来录影 是这样子 哇你的人生是半部电视史了 现在是随便 哎呀什么阿猫阿狗 还不是羞耻 还讲到自己多美 丑的钥匙 还说多美 多美啊 老先生是不是情绪有点 不是不是 曹哥到底在讲谁啊 今天是真心情的吧 对不起 他忍很久了 今天一次到罢了 不是不是 炸掉你知道吗 你最气的是什么 我都不会气 其实我只是觉得说你要尊重 你虽然有你的年代 我也有我的年代 你不要去否认 然后也不要自以为自己很棒 尊重 真的 我还真的不晓得你唱过什么歌 我也不晓得你红在哪里 我不知道 你那些说话平常讲 我都觉得你都说不清楚啊 我真的讲真的 然后我觉得现在的工作态度 态度 我们以前是经常去做 你现在是怎样 我跟着你的节奏走了啊 我跟着你的节奏走了啊 好酷啊 已经rap可以出来 不是我要跟着他的节奏 拜托 态度 那等一下你讲话 我们不要插话 巧克那我想问 你经历过这么多风光的岁月 什么事情你都看过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后 你依然是一个人没有定性 年轻的时候帅嘛 是爱豆嘛 拽嘛 家境也很好 家里是开医院 一生世家的小孩 对 哇 那你觉得 悟空一切 谁都看不到 没有 就旁边很多人对我们很好 不管是 女性朋友也好 很多都对我们很好 然后对我们付出很多 我们那时候都觉得自己 是很那个嘛 所以都会觉得 对人家这个态度都不好 然后经过 时间久了以后 自己慢慢就回想以前的时候 哎呀为什么年轻的时候 都不懂事什么都对你 那是这样 然后现在长大了以后觉得 难怪 吃老子在拍命嘛 不会 我觉得他是命好才一个人啊 不要在喊叫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人生中一定是一直 生活多采多知 一直很丰富 也多采多知 才不需要 走进这样的关系里面啊 不然说实在 你无聊的时候 你就会考虑要结婚 你想不想进 那又可能 你又在你自己的生活吗 而且说很好 这样的生活很好 因为那时候都在做秀啊 然后录唱片啊 然后表演啊 几乎都是在一直循环在这样 几乎你不太可能在家里的嘛 有没有你觉得 哪一段你错过 你觉得好可惜哦 应该算是 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当红的时候 那时候就遇到真爱了 那时候应该可能也会结婚 真爱一定要错过 不然就变了一个很可怕的爱 结到不然就不是真爱是吧 但是没有几个人真的在相处 因为那个好结果的话 对照人会不会找你吗 对啊 我认你应该知道啊 就是很多真爱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可是遇到就好了 店员都拔掉了 而且我常常觉得 婚姻真的要冲动 不是冲动要生病 为什么要生病啊 因为爱情就是生病 结婚就是住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本来应该有的一些理性的标准 都会撤除掉哦 标准越来越低啊 你说像不像生病 真的 所以他很享受长期住院生活 没有 我觉得真的随着时间 慢慢人的年纪 越长的想法会慢慢再改变 27岁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20 30 40 50 这段时间都没有再遇到 不会不会都有遇到 对 但是他不会珍惜啊 都有遇到 但是你一直觉得说 好像自己的个性好像 就像我现在如果我睡觉 我要关灯他要开灯 我没办法我打呼你不打呼 你知道很多的适应上 你会觉得 你不见得会想再去做这样的东西 而且最主要是不喜欢说 我们这个年纪 如果说哪一天我先走 还是你先走 我们是不是就更难受 你想太远了 不会不会 他讲的都是重点 这些都是重点 很多人不在乎啊 我晚年就很惨 主席人不是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家人朋友很多 然后一直在我周遭里面 我一直很在灰色里面 一直打转 所以我的心情是 很不是 所以我每次讲一句话说 你干嘛那么灰色 我说不是灰色 我讲的是事实啊 真的你今天打了一个朋友 他突然说 他走了你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他不是很养生吗 他怎么走了 他感冒走了 我说他不是每天三铁 五铁八铁 我跟真的一样 怎么突然一个感冒 他走了 你年纪越大 你小了很多 而且最近看到很多人 对 现在很流行 那个叫孤独死 你看蓝结音 对 还有孝室女星李金 都是当年不可一世 多少人追求他们啊 对 你看到最后 她是到一个 很偏远的地方住 然后邻居都不知道 她是大明星 然后头发也白了也不染 整个发胖了这样 到邻居发现说 隔壁有湿臭了 才知道她走了 你看那个 那个Amy 那个叫什么 犯恼爱 她也是一个人死啊 所以还会流行 日本有那句话叫孤独死 就是说你一个人 就是到一个地方住 他不认识你的 然后也忘记你什么样子 对 所以这故事 有没有给你一些启发 更应该有一个伴 至少能够互相 生活上的照顾 他的意思是他的解读 是说现在正流行 所以不要 不要恐惧 我要走上孤独 要大善流行 没有 我这一两年 我就有点改变了 我就请那个 这个是我干儿子 Jeremy 我跟他女朋友 就来跟我一起生活 然后我请他们 说如果四个去散步 一个半小时没回来 你就打个电话给我 看四个你散步散到哪去了 因为我会从高速公路走到台北桥 走到中小时 还会找到你散到哪里去了 一个半小时了 我说因为下雨 我在桥下躲雨 对 我就会注意这种 然后我洗澡太久的话 我说你到浴室敲敲我看看 我是不是在浴室昏倒了 以前其实我不会 年轻的时候我不会 自助旅行 背个抱抱 到哪儿去 一个很疯啊 慢慢年纪越来越大 然后没人看到新闻 我现在都好害怕 我哪天是不是在家里昏倒 都没人知道 你知道 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些新闻 是我以前就常常想到这些问题了 真的蛮灰色的 不会不会 他都有在想 有在想 反而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你也比较乐观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只有会深思未来的人 才会悲观 然后一般连想都不会想 那真假的乐观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这样的 我都会跟他交代说 Jerry我跟你讲 如果曹哥怎么样的话 ABCD EFG 我都会跟你讲 讲好以后你就跟媒体讲 我讨厌 我这一辈子最恨哪些的 把把把把把 我讲给他们听这样 还要算总账 对对对 最后也没有一个密切 还没有公开是不是 对对 没有没有 我说 你为什么不现在公开 没有他的那个 就叫做遗书啦 喂 曹西平密码 那遗书的那些都是 我最讨厌的是谁谁谁 解开这个密码了 可以得办法的保障 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当工作人员 如果真的要练就一个 很难很难的功力 你要做自己 而且要不在意别人怎么想 很难 先进广告很难 但必须现在这个时代 你知道 像他们这两个个性 就做自己对不对 你知道什么叫做自己吗 做自己 以上 以上 好 其实曹哥呢 人生真的经历了 许许多多的事情 我还记得那时候 妈妈其实本来跟你讲说 你40岁的时候就赚了一辈子的钱 我妈那时候在说 我们家看医院嘛 爸一生嘛 那我本人就是家里 就是医生世家嘛 然后我妈就说 你唱歌唱到40岁以前 你那个美国也有投资了 大陆也有投资了 OK啦 你就可以退休了 早就可以退休了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 我在三十几岁的时候 我妈都突然心脏病 三秒钟就走了 人生能够计划的事情 都小事 大事都没有办法 计划跟计算 是啊 但是你知道我们都是 懵懵懂懂吗 我对钱本来就不太有概念 水瓶座的人 根本就是很艺术家的个性 水瓶座就是 10块钱 跟一天花10块钱 跟一天花100万的生活质感 是一样的 我承认 水瓶座对金钱价值很特别 不是 他有他自己的价值观 他不会受这个金钱 就把自己生活过不好 他就是只有10块钱 他也会过得很优雅 没错 没错 然后我常常会觉得 我对钱没有什么概念 然后就是 当我家里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哇 所有事情全部都出现了 对 我才知道说 原来你们在大陆 在美国 因为是爸爸的每件 每件房子卖 然后每件每件房子在抵押 哇 那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要付的钱是这么多 然后我才 忍了很久 我才开一个记者会 然后我说你们为什么 为什么都不管我们 然后你们还反击我 说我胡言乱语 我说我已经唱歌很久了 我为什么要胡言乱语 然后就说 曹新铭根本出到那么久 没赚什么钱 你神经病啊 我出到那么久 没赚什么钱 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呢 很香 赚不赚到钱也不关他们的事 不是 因为我有付出钱 所以你们这样反击 一直告诉我是说 我根本没赚到什么钱 是我在那边胡言乱语 我根本来胡言乱语 那我只有跟你对告啦 那不然怎么办呢 所以那时候房贷 还有跟家人之间 对不起 那些都不是我见的 都是我爸爸的名下 对 就是我爸爸的名下 所有的房地产 全部都是抵押嘛 因为爸爸 然后都转到你身上来了 不是不是 你先听我讲 然后他们都不见了嘛 那是不是 你讲是不是找我爸 我爸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医生 他还能职业吗 那我就回台湾陪我爸爸 然后把这些债务 看怎么该卖 你卖的同时 你要记得 我还是要付贷款 那时候贷款是12% 不是现在人 现在才几% 一点多而已啊 你那个贷款你不付 你怎么卖这些房子啊 这是过程没有人知道 而且我从那时候 三十几岁开始 我情绪是 我从来没有说知道 什么叫睡不着觉 对 我才知道说 哇躺下去原来可以 睡不着觉 然后翻了一个晚上 那你知道我们很爱漂亮的 当过偶像 然后那个发型师一梳头发 因为我朝那个 那圆形凸啊 怎么掉四五块啊 圆形凸啊 四五块 哇 哇 一翻开四五块 压力太大了 对 然后我看着那个镜头 他在帮我梳头发 我那个眼泪是这样 你知道吗 是啪啪啪啪啪的 然后我一直负面的情绪在哦 我就想说不行 我如果吃差 我爸怎么办 不能叫一个七八十岁 那你动了很多不好的念头 很多 因为我想说这些钱要还到什么时候 而且我又没有经纪公司 我也没有经纪人 我求助谁啊 你告诉我 我又爱面子 水瓶座的人只会说 拜托徐老师你借我五百万 谁你借我两百万 我又不是喜欢那种 水瓶座就是会 孤独死的那种款式 就是他就是到死都不会求救的 转念转念 我们今天不要再聊这三个字 是真的 是真的 很痛苦 然后我就回台中 我就在我爸爸医院的 那个楼下医院那边 我就卖可力饼 然后爸爸每天会从四楼走下来 坐在旁边 然后跟我聊天 然后我就会煮饭给他吃 然后在那边卖可力饼 然后赚钱 然后每天在还这些东西 偶像卖可力饼 对啊 我连那个什么 美女秀啊 什么清凉秀啊 我都去主持啊 哇 就只要能够赚钱 对只要能赚钱 然后赶快把这些事情解决啊 对不对 然后我心情是 我每次 我每次在做很多事情 说我很难受 因为你曾经当过偶像的人 很多东西你以前是不会去做的 对 你根本给我钱 我都不会去做的 然后我竟然为了这样子 然后我想说 对啊 你是医院 医生世家 你家很有钱啊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又是什么 你什么都不是啊 那个 我那个心路历程 我不会讲啊 每次看到过年的时候 我都好更难受 因为你没有家的人 你知道过年的那个心情 不晓得怎么讲 然后你身上又没有钱 你要跟谁讲啊 那我怎么可能 你钱那么红 你的钱呢 我怎么讲啊 我的钱 大陆没你的份 美国没你的份 你什么钱啊 就算我会给你的美金 你那也不认啊 不认你要说什么嘛 你还不是哑巴吃黄年 什么都不用讲啊 对不对 美国房子买给 子子子子女住的房子 对不对 住了十几年 家里发生事情 我说你每个月给我五百块美金 好不好 不行 然后把家搬走 弄得跟鬼屋一样 还是邻居打电话给我 所以你家已经变鬼屋了 然后就把房子空在那边 美国哎 开什么玩笑 你当你上辈子欠他 你这边还一还之后 你以后下辈子什么都 我不接受 我真的很生气 可是我觉得说 我真的很生气 要不是你家里有发现 这样的状况哦 你的人生 我觉得更可怕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他原来的人生 其实没有现实感 就是一路就觉得很天真 很轻松 就赚到钱 我每天开开心心 唱唱跳 我任性起来 这个不想参加 我就不要去赚 对 所以你可能就一辈子 这样过的人生 我相信 这样的人生我相信 我刚才掉下去 是更可怕的 我相信 但是你这个 这个爸爸这样的事情 让你是慢慢一步一步 同时放下你的盔甲 原来这种任性的盔甲 同时也让你回到现实 开始扛起责任 我觉得这个事 等于在过第二人生 我那时候在照顾我爸爸的时候 然后等到我爸爸走 都是我一个人 然后你知道那个一个人 在那个家伙病房 等着叫你签字 说是做一些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就要一个人决定 那个心头压力是很大的 然后三天之内 爸爸走了以后 三天之内他也交代你 三天之内就要下葬 然后就是你根本就不能兵 也不能干嘛 就是 直接 直接往下积极 对 就是说你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一个人要做决定的 你知道那个内心复杂 明明说 我家有五兄弟 我家的那个子子子女 有这么多 我们家家族这么多人 怎么会是我一个人 面临这样的问题都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 而且是一直重复的在做 对 所以你知道我那种灰色不是我 我愿意的 你后来还去泰国Longstay了八年 将近快十年 快十年 就是你刚才讲那个灰色 你想要到换一个环境 重新调整你的事情 我换一个环境其实 我讲 有用吗 虽然我换了一个环境对不对 但是我那个灰色还是一直带着我 我住在那个泰国三十楼 我每天看着楼下 有一年的除夕夜 我都好想从三十楼 你会不要住这么高 没有 这么高 然后我就很想 然后我打架给每个人 每个人说我出去要回去 我就好想从那个三十楼 跳下来你知道吗 你那时候是一个人 你想得更 我想他要回云林 他要回哪里 他要过除夕 他们要跟爸爸妈妈吃饭 那你没有一个人 你就想说 对啊 我一个人在泰国 其实我觉得他完全都没有办法 享受他的人生优势 比如说 你知道吗 对一个水瓶座来讲 最讨厌跟人家落地八说 所以你要这样 你在处理这些事情 就自己决定很幸福 你这个人才承受不了 说五个兄弟一起讨论事情 没有 现在 现在我比较 可以接受他现在这个讲法 因为之前我是完全 因为年轻嘛 没有办法 我也很想问 我觉得有一句话说 老天给你的 不会超过你所能够承受的 在这个这么灰色的 这么多的事件当中 你觉得上帝 有没有给你一些恩典 让你可以度过的 都没有什么好事吗 老师应该知道我觉得 我还OK吧 我到这个年纪好像 不太有什么 病痛 你还很健康 那我每天还可以说很愉快的 虽然一个人很寂寞 常常在走合体 然后一个人 然后跟自己喊话 就说曹熙平 你连这个你都做不到 你自己都不能救你自己 你还能干嘛 然后我常常跟他讲说 我过得不是很深邃 我说我过得不是很有钱 他说怎么可能 我说那有钱的定义是什么 要多少才够 20万 30万 还是50万 因为我觉得我没办法退休 因为我没有足够的钱 我很想退休 我没有办法 我也很想离开演运圈 我也没有办法 现在有可力饼店了 没有了 两次 还没够高度兴趣 没有 好 我来唱歌 来来来来 我们去打歌 唱歌 很想唱歌 要听歌 要听歌 哇哇哇 最新的姑娘 小心那些人 不要慌張 只要我在身旁 哇哇 可以吧 哇 哇 好听哦 天呐 完全随心演出 对不起 导播我们因为只有一个Keyboard 没有办法 因为以前我唱歌 真的就是庞大的乐队 对 很好听 很好听 然后以前舞群都会在旁边 我们就会在那边跳 在那边跳 我觉得很棒啊 这个年纪 这个身材 这个体力 我从泰国回来之后 我上了很多节目之后 包括康熙 很多一大堆 我真的多了很多年轻观众 然后出去看到我 他出去看到我 现在年轻人最喜欢这种 敢言真心情 主持人我跟你讲 他们都喊我的口号 我的口号是什么 就是网友攻击我 我就给他一个口号 你不喜欢看到我 我更讨厌看到你 丑八怪 赞你先进广告 赞赞赞赞赞赞 赞赞赞赞 所以每个人都知道啊 丑八怪来了 我都骂他们丑死了 好 既然是我们这个现场年纪最小 但是这个话题篇幅也不怎么少的 余祥犬 是的 是的 很多人讲到你 第一印象就是很花心 还有就是靠霸足 对 你自己怎么看 其实这个 靠霸足这个 你怎么想那么久了 不是不是 没有对付 主持人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靠霸足这个 因为我 其实我自己做过了很多的工作 而且 而且其实我 我都没有在跟家里拿钱 你知道吗 其实 你确定没有拿钱 他事业做的很好 光那个水就赚很多钱 而且你看我做多少工作 我有去过 我有去过贸易公司 那你说在立法院工作 算不算帮我爸工作 我领我爸的薪水 这也算是帮我爸工作 我在购物台工作过 对 我有自己上通告 我在这边讲话 也是工作 其实我没有跟家里拿过 多余的钱 除了过年 或者是 你知道 那平常我也是会帮他们买 你多余的钱是什么 一般的这个 没有 就是过年 就是包一两万这样 意思 给我们 然后我们也会买礼物 比如说 哎 我送的都是 海洋 你知道吗 两罐 很贵 五位数的 对 对我都直接送了 两罐 真的两罐我都直接送我妈 然后我爸需要什么就买 你为什么要看他们 不是 他们年纪大的 不是 那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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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爸到底靠在哪里 到底靠在哪里 因为大家之前的 好像觉得你的工作 好像就是 这个转换的很快 好像每个工作做不久 然后让爸妈蛮担心的 所以要多多保护你 好像一般人有这种印象 可能啦 可能啦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是这样 可是 认识我的人就知道我 真的不是这样子 他非常乖 然后很有礼貌 然后问题是他 每次发生这些事情 他好像从来都不辩解的 好像也不出来解释 也不说的 因为在有一段时间 其实我变了 因为 一开始在演艺圈的时候 其实没有这么 没有这么痛苦 我比较像我自己 那在立法院那起点的时候 我真的 不快乐 等下一直被修理啊 连续 我不像我自己 没有这么搬马线都要背拍啊 我不像我自己的 因为 我在当时的环境 其实娱乐线的 你就是讲 开个玩笑 哈哈哈哈就没事了 乱讲 他就把你剪个好笑的出来 可是你政治线的 他就是 放大紧 断扎取义 政治线 然后我到后面 我就变成只是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知道了 然后说我滑行 其实我 其实我 你看我 你看我怀爱已经十几年了 我从国外怀爱 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十二 十二年了 一百多个 哈哈哈哈 诶 真实 真实数字是一百多的啊 第一个 给我 不是 你看我教过七个 有登记的七个 有登记立案的 七个 哈哈哈哈 七个女朋友 对不对 那其实 其实我在交往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都觉得好像不止啊 我觉得觉得不止 其实我在交往的过程 那是我跟你讲 有些认 对我来讲 是但牵手看电影不算吗 有些你只是出一约会嘛 要超过三天才算 你并不认识 你并不认识 你并不认识这个人 那你要先认识他 你决定要不要跟他交往 才是真正的女朋友嘛 他也认定你 你也认定他 才是女朋友 那怎么算 你其他你吃个饭 你就说我是我的女朋友 不对吧 对不对 对啊 那我有交往的 我有交往的 我跟你 我讲真的哦 我在一起的话 我绝对 绝对不会 我从来 我从来 没有劈腿过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劈腿过 你敢今天很大肆地 跟你所有前女友讲 你没有劈腿过 我没有劈腿过 从来没有 而且我的电话就是 只是不小心被拍到 不小心劈腿 而且我的 万一今天 任何节目播出 明天就有一个女人说 有啊她劈腿 她跟没有好几个啊 下一集就做 太好了 完蛋了 不可以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因为我每一个女朋友 她们都可以看我的手机的 哇 很好欸 这么公开透明哦 连她的连那个 这个议员很羡慕欸 对啊 怎么可能啊 你听说交过一个 非常恐怖级的女友 很容易暴怒 哦 这个也有上过媒体 我就不讲是哪一个了 好不好 四集谷歌 就是没有 就是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还好 就是一开始两三个礼拜 你都没有没有感觉到 可是两三个礼拜 开始完全变 变了 变了 她对自己 极 极没有安全感 很极大的没有安全感 你知道吗 她连出去吃饭 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 我很喜欢逗人家开心 因为我觉得服务业的 他们来很辛苦 就跟他们开玩笑 说你好你好 什么什么 然后大姐 大姐 比如说比如说阿姨 然后弟弟 她都不会怎么样 可是来一个年轻的女生 她就 而且是当场在餐厅里面就跟我 吃醋了 就爆掉了 那你当下呢 很尴尬 很尴尬 然后有一次我去买电影票 很夸张我记得 我去买电影票 买电影票 然后排排排 排队 我戴一个帽子 排排排排队 然后刚好排到 她有很多的窗口 排到我的时候 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女生 那很正常 我要看她嘛 我就跟她讲说 我就跟她讲说 我要两张电影票 然后一个套餐 然后她问我说 你报名的话要有甜的咸的 我就说 半甜卖咸 然后她我就这样笑 然后她就她也笑了 她也笑了 她对我回笑 半甜卖咸 然后她就她就转过来说 你在看什么 你在喝什么 你在当场哦 你在当场哦 而且 你这会不会太恐怖了 没有 而且其实 而且其实我在台湾 讲真的我也是有 一点知名度 一半人看到你讲前都会笑嘛 旁边人 你赶快拿手机开始拍 正常 看到她都会笑啊 就是有些人也是认识我 你要一种一种 要给我点面子 对啊 外号路边一颗啊 龙鼠下 没有 怎么会一直接你的感 他只有骂而已吗 他只有骂你说你在讲什么 没有一拳过去 有一次是比较夸张的是 我朋友 我记得我朋友的婚礼 我朋友的婚礼 然后 然后 当天晚上 是 男生 我们很多 我们认识大概 十几二十年的兄弟 就同学 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 二三十个在一个包厢里面 男生的婚礼 他的party after party 就是在里面玩 然后很多女生 他喝了两杯酒 然后就有一个 之前认识蛮久的女生 那女生其实他就是 他就是这样子 跟我讲话 他冲过来直接推我 然后说 你快 哇靠 消音消音的 消音消音消音 不不不不 然后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那个 很难看你知道吗 因为全部都是我 就是很久很久 然后在那边跟我大骂大吵 然后 就走到里面 然后后来也是 我待了大概一个小时我就走 没有反应 你都没有反应吗 我问你啊 为什么这样的对待你啊 在一起最久 他就喜欢这种style 你自己老实讲 你就喜欢这种style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当场 都没有任何反应 为什么这种事情 会让他一直在的 对 一人在一人在 因为 我跟你讲 因为我这个人心很软 因为我一旦认定你了 因为他每次都隔天 马上就跟我道歉 所以我是当下 回到家 他就跟我说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余香泉 我是说那么多次 你有没有哪一次 是真正的说 哇你整个就大发作 这样跟他对抗 后来就分手了 抓起来 就有啊 其实每次我都有 哈哈哈哈 现在才想起来吗 其实 刚刚为什么 不是 你觉得不持久 我在外面 我在外面不会嘛 可能就回到家 可是我家里 我就会跟你讲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什么什么 会吵吗 他就跪下来 然后他就开始跟你软了 就当你抓起来的时候 他就软掉了 你就心软了 我也没办法 你知道这种个性的人 这种女生 说实在的 他就是 就是都没有遇到贵人 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都没有人跟他喝止说 你这样再做一次看看 就没有一个喝止他 所以他就一载一载一载的 我应该跟他说 你再做一次看看 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你把他养成的 就是你看那么多次 你都买单 我当然可以自己 老师我请问你 那如果是第一次 如果你就叫他 叫他制止的话 你觉得他还会再这样子吗 不是 你知道人 然后讲这句话的时候 这个标准其实 人会不会幸福是 就是看你标准有没有下降 如果你在爱一个人的过程 这标准一直在下降 你迟早会不幸福的 所以 你还是说 一旦要决定讲这句话 就是说 都要有一个决心说 你不敢 我是不会跟你在一起 要很认真的讲这一句 其实我那时候 其实我那时候 就是也都很变的一个人 我连吃饭 就是说吃饭 比如说出去外面吃饭 有女生 我都是低头这样 正经为重 你为什么不疯着眼睛出门 我不敢看了嘛 你就疯着眼睛出门这样 我就已经是这样子吃 然后就很痛苦 你知道我也不敢跟服务员讲话 你这样算经历了 不然也就没有讲话 不敢跟服务员讲话 不敢跟主持人讲话 没有这么夸张 没有那个 那些年轻人都上网写点说说 我今天遇到余祥犬好大牌 自己都不看我一眼 就是很容易这样被讲 很容易这样被讲 所以我的态度要更亲切 因为你的实相已经不好 所以我的态度要更亲切 然后有一次是 我记得我二姐 二姐跟我干妈 坐在车后面 然后我们分手的契机点是这样 他们坐在车后面 然后我记得忘记什么事 前天起来 她开车 她开我的车 然后我二姐跟干妈 坐在后面 因为我很累 那天很累 然后前天晚上有个女生 打电话 有我没接 那我不知道她打来干嘛 她到那个 那个点突然爆发 在车上 啪哐 狂 哔哔哔又 我妈其实跟她蛮合的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要解释一下 你要听我解释一下 我本来也想骂她的 她私底下跟私底 呃 台面上 台面上 抓狂前跟抓狂后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没有因为她只有对你是不正常 对其他人都正常 对 然后 有这种人吗 然后 然后到 然后那天 我二姐跟干妈都在后面 这叫致命的吸引力 她突然踩 急骰叉车 然后 叮到 叮到那个 高速 高速 这么猛啊 卖冰榜摊的那种队 那种那边就这样停下来 然后说我们分手 然后她就驾车走 然后我就 我也不离她 在高速公路啊 在 即算那种 交流到下面 好危险哦 因为有冰榜摊了 已经在下面了 然后她就走了 其实那时候当下我的反应是 Oh YES 我开 我开了 表面又不开 你怎么改反应 Get out of my face 哈哈哈哈 其实我已经上车 我就开车 我就开回家 我突然都醒了 就愉快的开车回家 Oh YES 不过 Oh TNK 但是我觉得 她的展现出来 不太像处女座 没有她很像 我刚刚处女座是怎么样的 处女座为什么 你其实不是心软 嗯 处女座其实 就是有一种骨子 你说 你看哦 我对这个付出 付出那么细 那么深的时候 我怎么甘心说 说抽手就抽手了 所以啊 对她来讲哦 她只要有任何机会 可以有扭转 她都抱着一种 一线希望的想要改变 希望可以改变 但是老师 你知道并没有改变 他一次比一次还更严重 他想做好人 所以要没有什么问题分手啦 对 我真的如果认真在一起 就是我都是以交往为前提 我不会去 先跟他 不是 这么多人关注你 你的感情是不是 谈起来格外不容易 嗯 哪有 一直在谈 哪有不容易 我跟你讲 这是你的看法 这是你的看法 一般来讲说要介绍 要介绍男朋友 要介绍男朋友给你认识 介绍朋友给你认识 一般人都是这样子 可是一般女生 看到我 她是 她是会觉得说 蛤 我这样觉得不好吧 或者是你要认真交往 科板印象 你要认真交往的对象 你到他家人 到他家人那一关 可能也是不行 他家人那一关 已经 都还没看到我已经咔掉了 因为很快就会上新闻了 可是 已经上完新闻了 已经 没有那个 可是 他们家人见到我之后 反而是好的 就是跟我相处完以后 他们对我的 反差 但你要先争取到见面的机会嘛 对不对 当然 不能一开始被封杀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 真的是差很多 而且是 他只要五分钟以内 我对他就改官了 说实在我是第一次 第一次访问他 第一次来题目 我们的感觉也变得不太一样 我的印象就是 真的就是 完全我们讲的 你讲的那些 比如说阿妈宝 靠宝 就是那样的印象 可是我刚才 我只是面对他五分钟 我就觉得这个人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其实他EQ很高 而且IQ也很好 就是说其实来讲 其实他还蛮柔软的 他是很nice的人 就是有一个 他有一个 很热情 应付这一些事情的高度 他是有的 真的 而且其实蛮柔柔的 轻轻松手过日子 我现在有 其实刚刚说都单身 我现在没有单身 因为前段子有被拍到 可能很快就会 你今天怎么可以来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是单身人多久呢 哈哈 真的想一下 现在是单身人多久 现在是单身人多久 他都被你们拍到 他本来不想讲嘛 就被人家拍到了 我在保护人家 我们扣出来说明 好 刚才聊到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 你不会已经变单身了吧 我没有 说什么 我现在是有 我现在是有女朋友的状态 我现在是有女朋友的状态 只是我尽量 其实都是以 低调一点 不要低调一点 因为 因为公开其实就是 被拍到就很麻烦 公开就是分开啊 不是不是 大家等你什么时候吵架 什么时候分手 所以大家就会看你的 看你的一个 公开以后就自然要分开啦 这一次你有信心可以走多久 什么走多久 其实我每一任交往都是 都是 你希望一辈子 我讲真的 但这个年纪差很多啊 这个小我12岁 对啊 这差太多了 这样有差很多吗 其实不会啊 现在人都看起来不难 小12岁欸 可是他才30几岁 你要想 我10年 如果我10年前 我是24岁 他小我12岁 不可能 他不就是12岁 对啊 那我们就变成熔如里面的 喂 变态老师了 不是啊 不是这个不是重点 刚刚主持人要问你嘛 说这个可以交多久啊 他还不敢讲 他还在想 他不敢讲 不是 他回避的问题 要看媒体要不要成全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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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 我没有说 因为 我 我看你他知识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因为年纪真的 你看吧 差太多 我们预言成全新 没有 可是我跟他 好了这一节是把他上 单身瑜伤全 Come on my friend 我今天 不是你们还是要听他讲话嘛 我就说我还是把他当 柔螺现在打直播嘛 所以他现在不会看到 因为他是 我跟你讲这个 这个主播哦 很实在 开始会咯 哦 不是会弄咯 不是我 我讲真的啊 因为 因为 呃 我不想公开为什么 因为会影响到他的工作 哦 他是直播主嘛 他靠什么赚钱的 人家 吸引男生 对 送他礼物 他们现在网路上给你 礼物是什么 送他东西 想像的情侣的关系 如果人家知道 我为什么不讲公开 如果人家知道 他是有女朋友 谁要送他礼物啊 嗯 就我为什么要送你 你送啊 你有男朋友去送就好了 从头到尾都是你点 我直接给他就好 我干嘛就要播 然后我被点 没有这个就跟以前 好在演公司的时候呢 我有这么笨吗 他疯了 你干嘛想要那个女生那么疯了 不要激动 我说他就 你刚刚不要激动 你乖 他就跟那个以前 我们唱了一首歌叫 妈妈是过亲 说妈妈是过亲 我明明当然是我女儿 还是我儿子 但我不能跟他讲 我有小孩 因为我有很多可能 我需要 我好心酸的心情哦 哈哈哈哈 老师你会谈 这叫做不能公开的美秘情人 对 没有 我有公开啦 可是我觉得是跟压力很大 对 你跟他讲话直直无完全压力很大 我觉得他有一些难言直言 我们今天讲真心话 我完全是真心话 你是想保护他 我想保护他 你记得好几次新闻出来的时候 你爸爸被问到的时候 都说不予置评 对你这个新女友 因为他想说又一个新的嘛 也不知道后面又四个 因为我们之前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意见 就是说 比如说私底下 有一些访问 比如说 比如说记者去 他们在录影的时候 访问到我爸我妈 然后他们就会讲一些那种很 人漠 奇怪的话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你是看到新闻才知道 可是是真的 有时候就是 ugly true 你是不能讲的东西 就是我跟我爸 私底下男生对男生在讨论 我觉得这女儿等一下 他把他讲出来 在新闻上 那这不是 你就害到我了嘛 所以他们的后来都变成 富与之品 我说你们都拜托 就不要讲了 你是为了保护你 那这一段 长十几岁 你觉得 也是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吗 当然啦 当然啦 这有点难吧 我觉得这女生应该 为什么有点难 因为十几岁嘛 他还想 可是他 没有他已经不爱玩了 所以你觉得他应该要换下一个 他已经不爱玩了 他不爱你了 他不爱玩了 不爱玩了 他玩够了 可能是这样 可是不爱玩 不表示想结婚啊 对 人家搞不好充斥事业 而且你自己都觉得说 年纪他 常常都会不会觉得说 不适合结婚的对象 我觉得 我觉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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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even take care of myself right now I can't even take care of myself I can't even take care of someone else 你懂我意思吗 你觉得怎么样才叫做 你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赚钱啊 你觉得怎么样才叫做 赚了很多钱 你的定标准是多少 你要养小孩 你要交学费 你要买房子 小孩要吃奶粉钱 这些都要 不能丢给爸爸养 是一个男生 你今年34岁嘛 对不对 你觉得要存到多少钱 可以成家立业一个男人 你现在 你现在来讲 我觉得你现金至少要 一千万以上 现在是现金一千万 房子 可以用租的啊 可以用租房子 这个标准台湾很多人 不用结婚了真的 真的应该不用了 因为通常有一千万的男生 会觉得我要把自己生活过了 我不想结婚 他跟你讲结婚 如果又有一千万 我干嘛要这样 一三十岁一千万 你要想想看 你要想想看生小孩 生小孩是慢慢花的 不要那么快 你要给他过好日子 你看你这种算盘的方式 跟我太太算的一样 就永远都要算一些 至少要多少钱 你知道老天要把你财产收回去 是瞬间的 你准备永远都不够 你反而要想一想就说 如果说如果我要结婚的话 我都要想一想 不是说我能赚多少钱养他们 而是说万一我一毛钱都不能赚的时候 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活下去 你现在把这个想通才会是一个保护嘛 你本来曾经说过你35岁要定下来 现在差一年而已 我觉得差一年 主持人我觉得有点难 你觉得有点难 我觉得不会 人生没有在计划的 我以前也觉得我30岁要定下来 真的啊 我以前就决定 因为我念的是Program人 我本来想30岁都剩3个小孩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愿望都不能实现吗 因为30岁在想35岁 可是等到35岁的时候 已经不是想这个愿望了 就是当下啦 现在是当下 因为差一年而已啊 对把握当下 所以你看他在回答我们大家每个人的问题之后 你不觉得他一直 吱吱吱吱的 他没办法很肯定的告诉你 我可能就这一个啦 那你回顾 现在34岁 你距离你的目标剩一年 那你回顾你这么多段的感情 你觉得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会失败的原因啊 你就是说分手的原因嘛 对啊 就是没有定下来 没有开发结果 就是我看人可能没有看得太仔细 是你看他还是他看人 你要看哪方面的东西啊 看哪方面的东西啊 不是我说 我说Inside 一样啊 你要看哪方面的 我说内在 就是内在 就是内在 跟Inside 你不能这么 我觉得他最基本上的 我觉得Ken的最大问题是因为 他应该要是一个 可以照顾他的女生 可是他每次找的都是小女生 都他在照顾啊 所以就变得不对 他当他需要照顾 可是你是说你说很喜欢照顾人啊 照顾人有有幸福感 也许照顾得很细的时候 你能接受姐弟恋吗 姐弟恋啊 他应该没办法 他应该无拘无束吧 他找的都是小女生啊 可是他自己又需要被照顾 我觉得 所以你现在比较可以 呃 面对外界的一些评价 或者甚至一些批评了吗 当然啊 经过这么多 这么多 磨练啊 多年的 风风雨雨啊 然后 经过这么多事情啊 不管你工作 真的有在工作 你的业绩是好的 你做的东西是好的 你还是会被人家骂啊 主持人你知道我觉得心恶在里面 余祥姐是最可怜的 他被批评的是最难听的 所以我今天看到他我就觉得 他怎么越来越 好像那个越战越勇的感觉呢 刚刚一下说 没有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他已经超脱了 我觉得他已经跨越了 他已经跨越了 跨越了 他已经无所谓了 也不是无所谓啦 可是你当然希望 因为现在你上一些节目 然后我投资的东西也有上轨道 上一些节目 其实你出去外面 我以前在就是 比较南部那边会 比较多人跑过来跟我说 啊什么什么什么 可是现在是比较多 年轻人 就是我这个年纪的 他们是一路看着我过来的 他们会主动跑来跟我讲说 在台北市喔 主动跑来跟我讲说 我很欣赏你 你上了节目是怎么样 你要加油 努力 然后或者是 或者是有很多 比较年轻的 小孩回来找我拍照 然后跟我讲一些话 其实这种事会让我 有啦 觉得比较 这个现象 我觉得是这一两年 特别明显 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是 难能够自处面对这些 批评跟压力 其实阿道是常当 评审嘛 会点评嘛 有时候不管是键盘背后的声音 或者是当评审的时候 会不会担心讲一些话 也会 一不小心就 你看看今天就有人当场声约了 我平常讲话不会太犀利 我说当评审的时候 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 比如说 有些节目是有小歌手在比赛 儿童在歌唱比赛 那时候我就会特别有感觉说 哇靠 不能伤到他们 就是讲的 唱的再难听 一度要鼓励他们 然后呢 甚至觉得说好像 要特别注意某些 就是要当长辈有长辈的样子嘛 就是要提醒他们一些重点 实在的重点 技巧 而不是他们讲一些 虚的空的这样子 那老师你觉得我们三个 经过这么多事情 你觉得我们要改变吗 我告诉你 人生的经过还没有结束 后面还会更残酷的 所以来讲要说 更残酷未知 可是我给他说 我以为海阔天空了 真的 可是要勇敢的去面对它 这就是我们活下来 最重要的意义 我们活下来 不是为了要重复过去的幸福啊 其实那个 反而会让自己很忧郁 你要讲要说 我们活下来就是 面对考验 全新的 然后离开舒适圈 就这样 好我们今天谢谢欣赏所有来宾 非常珍贵的分享 你们都还没聊啊 真的 真不好意思 下次再聊时间到了 谢谢 大概换两集了 我还是觉得今天 他们的收获很多 其实我觉得当公众 如果就他的欢喜 那俗话说人红是非多 是是非非 真真假假 真的是很难说 今天我觉得很难得 大家是真心话 真心老实说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 可以用你的真心 好好来真正认识 你所follow的公众人物 真正来认识真实的他们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啰 拜拜 不用真心了